韩雪是文娱圈的一股清流,由于她办事低调,在拍戏,她另有一些本人的端争,便是历来不及拍我戏,这个作为演员很难做到。 据网友爆料,她的家庭十分的厉害,是武士的家庭,是典范的红撒旦,关于她的传闻也不断没有停止过,其后她本人也澄清了这个事变,便是他们家中是武士兼家,便是靠杀十分强大,因而纵观文娱圈没有人可以惹得到她,因而她才可以这么任性,做本人想要做的事变。 韩雪前来加入了一个综艺节目,由于这期的主题是打印屋子的,韩雪渐渐来了一句,能够把这个工具放在苏州的家中,普通苏州的屋子普通都是人民修建,便是那种有山有水的,可以在苏州买一栋屋子,是十分厉害的一件事变,从这一个小小的活动,就能看得出他们家是十分有钱的,几乎便是炫富,于无形之中, 他的炫富差别于另外明星的炫富,那样只是物质的,当时他在节目中说出这句话的时候,若韩感触十分的诧异,理想,我们都晓得,他费钱十分的厉害,比如在他女儿方面花的钱就十分多,在衣服方面也是十分昂贵的,他们这种富足,便是从本人的穿着中,另有英式住行中展现出来, 但是含血的这种富是从内而外三收带来的,在他的气质中另有平常表示中,如今他也曾经完婚了,但是十分的低调,全部的人都不晓得他完婚的像是谁,但是听说是一个贩子,而且另有了孩子,但是这个事变还不晓得,从种种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出土豪和明月的区别, 在那边,土豪便是表示出来,但是明月是不经意表示出来的。